看总统建场 尖叫加掌声欢迎 台湾的选择 柯文哲 最好的选择 柯文哲 总统的选择 柯文哲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在基隆选择知友会成立大会上 颁发重要干部的证书 而现场来加油的与会贵宾 有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柯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立法委员邱成远 基隆选择只有会总顾问庄景田 民众党前秘书长谢立功等人齐聚一堂 让整个会场的气氛是热闹而温馨 我第一次到柯医生的办公室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灯在上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般人希望灯开很多 很旺 走这位气氛 就一个小小的灯在上面 我说你怎么这么暗啊 他说哦 深点 然后呢 坐了很久 在过去我们家里客人来一定是有茶水 什么都没有 谈戏气 我说 茶呢 他说哦 这样子啊 他就赶快跑过去 拿了一个冷泡 一个茶包 放在一个冷水里面 我说你知道 泡茶热水没有冷水 他说哦 久了就可以了 放下就可以喝了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接触 柯文哲也首度针对协和电厂四街的争议 提出了他的观察与观点 公务机关最大的特色就是 分空不合作 各干各的 所以我那时候一听就知道 诶 这是个问题 第二点哦 他说2024 和协和电厂要处意嘛 那新的要盖到2027以后 就算盖盖盖盖好 诶 我就会想一件事情 那2024到2027之间 如果没有协和电厂再发电 也活得好好的 那 那是真的缺点吗 这个我就想起一个笑话 以前我的助理跟我说 他请假一个月去欧洲去玩 我跟他讲说 你要是请假一个月 结果我们都发现 好像你没有来上班 我们这里运作得好好的 那 好像我们就会觉得 你好像不需要 那刚才那个就是啊 2020关掉 2027 最快要2027才盖得好 那中间三连如果 基隆也活得好好的 那我就在想奇怪 那真的是 那电从哪里来 我第二讲就很 这个讲就很怪嘛 其实我跟你讲 我对协和电厂完全没有概念 我纯粹以上只是逻辑 就是说有一方他提出质疑 后来听听听 当然那个是这样的 其他还讲那个什么 我对基隆港的影响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破坏生态 那是另外的 另外 所以你看看 在这个故事里面 理性物质科学 这就是讲到 今天台湾政治上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很想用 很少用这种科学的态度 在面对问题 柯文哲在演讲中 向支持者呼吁 希望台湾未来 选出的总统 是一个脚踏实地 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他强调 解决了小问题 就没有大问题 还有正直诚信 不能贪污 这是施政的最根本 唯有务实 才能够让台湾 继续繁荣成长 记者 房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